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講一下梅啟明的老婆也發聲 真的有些勁抽的傳媒 打給他老婆問他 我老婆也知道他之前說有個金髮金髮新歡 又說什麼年代 這個小十六年的老婆回香港攤牌 其實你真是估計到梅媽 不是說就她,始終每個人都有時限 98歲大家都知道 無端端小十六年的老婆又回來香港 梅愛芳的兒子又說回來香港看婆婆 其實我覺得梅媽真的差不多 不然不會無端端這些老婆又回來 那個什麼又回來 其實生命不在乎長短,只是在乎意義 有些網友說最慘的是現在怎樣議論的家事 但那些事情夠花生 那個小十六年的老婆,梅啟明的正印 回來香港攤牌 露斥她老公是什麼? 爛坦 爛坦 這個字很少聽 這個字很... 對 對 因為她老婆認證了 證實了解的消息 我們不要說人責 爛坦 這件事是由她去告公司侵權 開始引起的 要求禁止 梅艷芳雙標 但又有些律師出來說話 很多律師出來說 你忍住 她說你死的 可能會被其他版權人反告你 這個律師梁永昌 梁永昌 梁永昌 梁永昌說 他想分一杯羹 你一起吃猛了 很多網友都有很多意見 我想跟大家說說 原來草猛曾經在梅姐被人賣底衣褲的時候 出來說一些說話 當時草猛被人罵得可惡 唉 什麼 是的 是的 我有看過一段影片 罵得很大 而且她說了幾句說話 說得不好聽 她說 買梅姐的底衣褲你怎麼看 那些傳媒又主寵她米 就斷章取宜 就說什麼 幾好 可以助長經濟 然後就被人罵得她 吃得糟糕 不過 純粹是公關問題 即他們的意識 其實我待會說一次給你聽 你就明白 但因為他們說到笑笑口 是的 再加上傳媒 斷章取宜 將她拿來做標題 害怕她不死 所以當時草猛被人罵得可惡 噢 真的 慢慢跟大家說 是嗎 首先說了這個 老婆 是 回來 發生什麼事 上回廣道 老母子入院罵兒子 財迷心笑 梅啟明除了要錢之外 還要女人 錢的女人她立了 她就厲害了 等一下還有一篇 叫梅媽的神奇小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資料真的很充足 所以大家先給個讚 沒錯 做完功課 做足功課 然後先後結過兩次婚 第二任太太 叫做馬來西亞的Joey 小於16年 小於16年 小於16年都很爽 對嗎 都不知道是不是梅姐的粉絲 兩個人欲有一名 13歲的兒子 叫Richard 然後她 今年8月 就拍到 跟金毛女仔 在銅鑼灣十指緊扣 走街街 傳媒追問她 你老婆知道你有小三嗎 梅啟明直言 沒有問題 有什麼事 完全當她老婆Joey 是沒有道 甚至令人以為 這位Joey 小於16年的證印 默許了她這個齊人之福 日前有報導 這個定居馬來西亞的Joey 回香港 當被問到是否要跟梅啟明 是否要回來攤牌 她還有另一條女兒 你知道傳媒多喜歡 他們馬上插 我們沒辦法怎樣理 我們當然要招呼一下你 問你老婆 你老公說你們 一起睡覺 你老公厲害 又說現在什麼年代 有什麼問題 她是呀 她威風 那時候 八幣 不知道以為真是 無敵 Joey 很激動 露斥對方 她又爛毯了 表示自己對於老公拖身女 這件事 不是看你雜誌 我都不知道 又說我老婆都知道 說到就是 原來別人說才知道 是呀 根本就不知道 這條爛毯 這樣 有了 那些女人 真是 人無恥 原來也是無敵 她又 問到梅啟明近年 有沒有給錢照顧 即是 她的老婆 梁母子 是 老婆生氣得 叫梅啟明 自己對著良心說 你叫她自己說 這條爛毯 亦不屑 不肖 還是不屑 梅啟明 入品 告電影公司侵權 直斥對方 這些是不是人 你說 如果這樣 首先到這個位置 我們想想 她的老婆 Joey 正正常常 都是 都會說話 對 說到直斥對方 因為爛毯 看來 都有點怨恨 仗義執言 對 這條爛毯應該也有些了道 說到梅啟明 有些了道 有些了道 什麼了道 他簡直是 就是獨行獨斷 說得你 說得你死的 終於自己是 想怎樣就想怎樣 是啊 是啊 真的 而且感覺上 好像 沒有給錢 照顧 那兩母子 沒有 沒有 所以整件事 有網友很聰明 從梅媽的對話 我們昨天說過 之前 找過梅媽 其實就是做這套電影的顧問 是 一句說話 最重要不要拍衰我女 他說 所以人家這套電影 就沒有你梅媽 和這個混蛋 對不對 如果放下去 就污點了 是啊 在電影裡面 對不對 所以就說 這樣 但是有些網友 重提 他說 車淑梅 就訪問 這個 兒生仔 有人重提 就說 車淑梅 有為梅媽的遺產 出聲 就有新冤 就說 他都 什麼 這樣 這個就不清楚了 那些網友說的 你知道網友說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 下面證實一下 你們自己證實一下 這套爛坦 有人專門寫了一篇給他 叫做梅媽的神奇小子 對不對 他說 都多些粗言畏語 但不要緊 對著那些垃圾 是說這些 其實香港現在近排 有兩套傳記式的電影 都是很收得的 除了是梅艷芳之外 還有蘇華為那套 即是神奇小子 一招來講梅媽的神奇小子 混合了 他媽媽是什麼人 其實都出名了 人渣大佬 就經常出來獻世 很多律師 很多網民一起研究 這個提告 能否告得入呢 這樣說 他說 其實這兩母子是很神奇的 神奇在什麼 那一代 他們那兩代人 真的全家都死了 只剩下他們兩個在 是啊 是不是 是 一些網民說 該死的不死 留在這裏做什麼呢 就真是現世了 這次 那梅媽就 他說 即是子女已經過世了 典女 還有什麼 就是留她在這裏 他說梅啟明你不神奇嗎 他神奇 首先梅啟明這個人 盛世仁 是沒有上班的 他一直 在這裏這樣寫 他說 他老母一直跟妹妹養他 小時候是老母羊 到梅艷芳四歲 開始賣唱登台 妹妹又有份養 我見到 其實好像梅啟明 也有份穿那些表演衣 可能他也有份出來做東西 不知道他吞劍還是射刀片 不知道 說兩個妹妹出去工作養家 他就可以上學讀書 不過 現在看到人渣 這樣似乎都是浪費米飯 是不是 是不是 讀書不行 就繼續 由做了歌星的梅艷芳養 這個人真的是 走運 我應該這樣說 他前世應該 有些了道 無人能及他的福氣 是 他說這個人 除了讀書不行 成世就被人養 之外 又不會做生意 想做生意 透過老母問梅艷芳 當時是200萬狗牆 他說現在 會被那些愛護動物 插到開花屎忽爛 是 因為你 打種 就是販賣生命 對不對 1998年 他說虧了200萬 現在 你知道多少錢 200萬 200萬 在1998年來講 可以買到 大概 差不多 兩層樓左右 差不多 現在的樓價貴 現在一層樓 起碼都500萬 是 那裡可能是接近1000萬 那無論是讀書 還是做生意 一定是有家人支持他的 他說這個 真的連分不到大樓身家的樓名 就是 大樓的兒子 大樓的兒子都恨不到 是 完全是一種支持和愛 你看到 他是完全是 其實 家人 要支持一個人 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支持到他 變成一個廢人 他那種支持 都不是支持 叫做 中 中 我們經常都說 那句說話 慈母多拜儀 沒錯 他是厲害到 幾身收到 我說他有幾身收到 否則今世 沒有可能得到這些福 他在九場 批評了 他就說 是他老母女 妹妹 梅艷芳 一毛錢不分給他 他就說梅艷芳欠她 唉 這個人真的是來拿債 他是 來拿債 他應該 唉 不知道他上幾世可能做了很多好事 不會 不知道 但是看照片 真的有些師兄說 你看照片 你知道他們兩個敗家照片 鼻孔外露 全都露出來了 反而梅艷芳沒有這個照片 我只會覺得你都不像 你這時候是否撿回來 真的不知道 唉 你真的是這樣 這樣 這樣 一般家人 這樣說 你有沒有見過 讀書不成 搞生意又失敗 但是什麼都好 都會有這麼多人無限量支持 他又不是說 他還要追求女兒 他真的該死 有錢 他主要有名氣 梅艷芳的哥 對 他很喜歡梅姐 可以跟他哥哥打腫 一定是開心的 一般家人 會勸他你出去找一份工作 過一些簡單的生活 但是梅媽從來 就有點像 蘇媽從來不相信自己的兒子是平凡人 你看看他的人生 有多努力去化腹 歐為神奇 看回梅啟明的事跡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講 有人做了一個總結 72行行出狀元 增產界來說 都可以做到KOL 真的表表者 你看看他多厲害 紅到可以跟梅艷芳齊名 厲害了 多少新人在樂壇默默耕耘了這麼多年 完全沒有這樣的名氣 他也是神奇 你不算神奇 回顧他做了什麼 原來梅啟明人生裡最厲害做過的事情 多次在中環街頭拉橫額和插香 派發孕有世紀大騙案的傳單 就說全家被騙 這個 要供他人回來 最積極就是增產 這個就厲害了 多次 控訴梅艷芳的遺產被騙 不同的形式出現 另外 梅啟明曾同一名自稱是梅艷芳粉絲的女人 高舉聲吐橫額 用了大喇叭 揚然要向醫院拿回梅艷芳的死因 梅艷芳的死因和醫生的報告 很關心 他什麼都找來搞 每當歌迷為梅艷芳、銘獸和忌日搞的齋宴 梅啟明都會到場搞事 他這傢伙真是 即是進來開大喇叭 梅艷芳被人害死 我們家人一毫子分不到 很可憐 身邊那個劉培基 有兩層樓 某菜開命 他是被人害死 他不是病死 因為他要拿別人的 當然 怎樣搞事 就是被人欺騙 他們拿了妹的產 也曾經聲稱自經找到證據 他妹妹是被人害死 找警察說要申冤 這些更加找出醜事 你看他多積極 他很勤力 不務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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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些爭產事件不為餘力 在2006年1月7日梅艷芳農曆死記 近百歌迷原定在菩提佛學中心為偶像舉行法事 梅啟明企圖阻止法事 當時驚動了警方到場去調解 我想梅啟的粉絲也很討厭這個人 討厭 你想 搞得過了幾年 去這些聚會一定是最真心 最好 大黑粉絲 大黑真的是 你哥哥又來搞事了 只是給你面子是梅啟的哥哥 不是你被人融化了 是不是 一人一口吃了你 就是烹飄了他 不是 是的 2007年12月30日梅媽和梅啟明在梅艷芳故居和保安起衝突 梅媽打過保安 我們香港人都很老 所以保安就默默地走開了 真的 梅媽真的打保安 有想為證 真是瘋 梅啟明意圖進入梅艷芳故居 就被趕出門口 他當然是說這間屋是我的 當然 在這麼多事裡面 梅媽其實對她一直都不離不棄 你說沒有她多偉大 所以那些網友看到今時今日梅媽說一句 這個人才迷心笑 真的很神奇 所以我們那天都說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說這句說話 是不是看通了這個世界的東西 不知道 現在才看通了 也不是第一天的事 是啊 再次了 無論打幾次官司都輸這麼多次 永遠都不放棄 這種特殊的精神不是人人都有 你看到現在又繼續打官司 輸到破產了 梅媽輸到之前說過 跑馬地搬到銅鑼灣 經常住最貴的樓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不留一間屋給她 是不是怕她 怕她會過給她老大 然後又 不是 有網友說 你們要做功課 不好意思 我跟那個老師 不是你跟那個老師 我看這麼多份 我沒有看過這件事 這位網友說的 她聲稱她知道 因為我看過很多八卦雜誌 我看不到這件事 她說 梅艷芳其實是留一間屋給她媽媽的 只不過是她媽媽已經賣了一間屋 賣了變了錢 所以之後要租屋住 這是網友說的 但我從來沒有一份八卦雜誌 看到這件事 而那位網友是直戚 我是沒有做功課的 所以就說 你們這些親戚上頭 我怎麼明白 是不是 喂 有些人厲害到雜誌都沒有說 她知道梅媽現在在哪間醫院 是 她現在在哪間私家醫院裡面 有個女親人照顧在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懷疑你就是那裡的姑娘 或者可能是粉絲吧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現在都夠粉絲 每天都這樣追蹤 說到 其實香港人一般都是怕事怕麻煩 這兩個人在香港生活這麼久 還保持著這種挑戰法治的勇武 其實真是無人能及的 梅啟明已經70歲了 還包二奶 簡直就是有心有力 是 是 看著她養孫儲休了這麼久 下面又寫得很搞笑 說這些梅啟明的女人 其實梅艷芳的遺產是幫忙養的 你知道她是一條廢柴 是啊 她就養衰 身形好像種了輻射 一個沒有工作沒有前途的男人 還有遺產還可以包二奶 其實梅啟明的故事都挺勵志的 只是她的方向特殊 都有一些非人類 是吧 貪得無厭 是啊 其實有人這樣說 如果你要寫個 寫個續集給她 就整套叫做梅媽的神奇小子 就去續集 叫人帶點雞蛋 爛菜 垃圾 梅啟明一出來借票就扔她 老尾 就是這樣說 這樣說 即是益她又不知道說什麼 有時候 這個人就是廢柴一條 奇怪再就是 連她老婆都說她爛坦 你想想多爛坦 是啊 也是 我們經常都說 由她第一次說她的事之後 都說 這個人 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哪有錢 原來從小到大都是靠人養的 靠人養都不用做 她說我什麼要做 啊 我攤下手要有錢的 對吧 她真的可以 攤下到這個年紀 都依然在攤下 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梅艷芳說得很好 就說 媽媽我有兒無養的 但是其他家人 她說 我不方便出手 你說如果梅艷芳本身是個姐姐 你可以理解 但是整件事她是小妹妹 是 那一刻更加難以理解 就是令到別人 被人感覺上 嘩 你 即是 可能她 她大哥 你金礦 提款機 你有錢 你有錢 就養我 即是她從小到大都是那些 加上可能她媽媽 即是說 你們賺到錢 就拿回來 養你哥哥 你哥哥不行 那些 那些呢 靠她媽媽出口 嗯 大家都看 那些劇都看得多 那些兒子 一開閃閃 媽媽沒有錢 然後媽媽就 習慣了 習慣了 你去到幾十歲了 你不會質疑自己 即是不會質疑自己 那一刻才好 人是要有些責任去養自己 否則 小時候開始 所以男人 是要窮養的 窮養子 就是富養女 他富養女 就讓他在外面 不要被人欺負 窮養子 就是讓他在外面 可以自食其力 這個是舊派思想 但他不是 他真的搞到兒子 變成廢物 他也有很大的責任 另外我們看到草猛 原來草猛也被網民罵得很糟糕 梅姐 有你們是一生之恥 是不是真的那麼糟糕 那麼糟糕 我就看完了 他們的訪問也看完了 原來他是這樣說的 原來草猛他們說 有人問 當時梅艷芳的內衣褲被拍賣 草猛 當時有個雜誌 大致標題寫他們 草猛說 促進經濟未嘗不可 一定被人插 當然了 還有這些 我告訴你 我在整個報道裡面 他們真人說的話 我又不覺得很大問題 他怎麼說 他就說 其實他們有佛縣 他說人過生 死物是沒有意思的 他說人不在 物質 即物件在這裡 又有什麼意思呢 慘就慘在 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 你何時見過和尚出來說道理 嬉皮笑臉 是 所以我有時候 講佛學 我會跟那些八卦混合說 不會混合說 如果你混合說 就算現在也會有人說 這個人經常說自己德度高憎 我從來沒有說過 你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 其實身份 講某些話的時候 你是需要莊嚴一些 慘就慘在 他們三兄弟 講的時候 嬉皮笑臉 他說 我們其實都有佛縣 小奇奇 妹姐人都不在 既然可以拿些東西來賣 即是代表妹姐的人都有價值 在佛學來說 人死如登滅 那些死物都沒有意思 拿來賣 有何不可呢 簡直是促進經濟 但是 一嬉皮笑臉 再加上 那些媒體跟你斷章取義 他不會跟你說 在佛教的角度 他說 你說 買妹姐的第三褲 未嘗不可 你知道 那些人不是聽道理的 那些人是看風向的 當然 不問是非子問立場 當然 你現在支持妹媽還是支持師傅 沒錯 你說妹媽就賣油 但是雜誌 他不跟你說 佛教高深告訴你 物質界的東西 他不是跟你寫這些 他一句都沒有看過 一句都沒有提過 是我看完之後 告訴別人 我幫你們澄清 臭小子 這三位叔叔 跳舞跳得很厲害 還要繼續被人寫臭 他說 梅姐死後 愛逃草猛失影中 就說他們在紀念活動不見他們 追悼會又不出現 他說 反而出席新歌派台之際 繼續消費往日恩師 這樣都被人打 他說以前 草猛剛開始 梅姐帶你全世界到處走 將自己的粉絲過給你 但是他的紀念活動 你又不出現 新歌派台 你就說 梅姐那時候教我們什麼什麼 其實本身沒有問題 但是傳媒這樣寫你 說你消費 消費梅染坊 對不對 我又覺得 他不喜歡你就不喜歡你 他有辦法可以寫稅你 其實很簡單 是 我經常都說 這些東西 他只是想看哪些東西 他就會寫哪些東西 就算你做什麼都好 然後很多得道高僧出來說話 譬如說 佛都是經歷生劫才得道 依他們的邏輯何來敬佛禮佛 之以說虧他們還敢開演唱會 懷緬梅姐 不是有事前後矛盾 說他們忘恩負義 但我覺得 真的不太嚴重 沒辦法 把口在別人身上 我們自己把口有時候都管不好 又如何管到別人的罪呢 我覺得如果下次有機會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很少說八卦 說八卦 我很少講佛學 我講佛學 就專門講佛學 要不然 那些人就會說 你這傢伙 滿心淫念 嘻皮笑念 對 為何會講這些東西 那麼很多人出來 出來批評 什麼 好像我 上次跟你說 譚詠倫說東莞那些東西 我都不會跟你說白骨觀 說釋戒斜斜 當然 然後也不知道幾多人說 這兩個傢伙沒有去過東莞 我就相信 喂 那裡幾年前 就是 就是 有時候 現在都不能去 是 真是 要說 不用 我都不用扮性人 我想說 現在說 反正都不能去 想見識下都沒有機會 沒錯 明白 對不對 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這個世界 對不對 OK仔說 現在周圍很多人 認得他的聲音 知道你OK仔是誰 我說死了 下次你去哪裏 我說你去滾 都被人認得你的聲音 哈哈 沒有講價 然後他說 現在還有得滾 不是吧 這樣 真的沒有得滾 當然 戴上口罩 對不對 我們分開說 所以草曼上次那件事 其實 他說 我覺得 他說的 沒錯 不過他用了一個 不太尊重的語氣 然後被傳媒寫了他 最重要是 什麼環境 應該有些 就是 你不要稀皮笑臉 對 莊嚴就莊嚴 說某些話的時候 不適合用那種態度 對 可能 被人覺得你 你這傢伙都不是尊重 或者是 求求其其 那你不如不要說 對 沒錯 所以就是這樣 今天跟大家報導到這裡 看看事件的跟進 因為你看 梅媽究竟是怎樣 全部世界各地的親人 說回來香港 沒錯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對 好 下一節再跟大家說說其他新聞 好 拜拜